好乖喔 好棒喔 你又來了 等一下我們來做一個練習 就是只有在狗狗做對的時候 例如他比較安定的時候 坐下或趴下的時候 我會給他吃一個食物 期間他如果跳起來 或是做別的事情 我都不理他 我主要是要讓主人 學會怎麼樣忽略 因為所謂的忽略 就是完完全全的零互動 才叫忽略 在那邊 都不行喔 完全不要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我可以稍微提示他 我們現在要開始玩遊戲囉 坐下 這個時候 如果他沒有做 各位主人不要馬上再講一次 不要過度的自己講那個詞 你可以稍微等一下 可能對 因為像這種狀況 他可能是想喝水 或他可能想上廁所 他有別的事情 稍微分心了 所以這個時候先不要 一直一直的講 有時候 你講了太多次 他對這個指令 就不用什麼感覺了 好乖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練習 會是狗狗在我前面 我不講話 他如果坐下或趴下 我會給他 然後呢 如果他在那邊跳啊 或者是做別的事情 就算了 其實說在這個遊戲一開始 我會先讓他大概知道 我們要開始玩這個遊戲 讓他提示 我有食物喔 好 好乖 好棒喔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他的眼神好像在思考 嗯 我要怎麼樣可以不要這個食物 但是他還沒有做到的時候 我都不會給他任何的互動 所以我們可以在家裡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移動一下 然後看看他會不會在自發性的出現 坐下或是趴下這個動作 這個時候就等他 哦 好乖喔 非常乖 他就會發現 在你面前呢 只要坐下或趴下 都有很好的事情發生 再稍微動一下喔 不給他提示 所以這個時候完全不理他 這是我們要練習的 他如果跳起來 我們不要理他 但是他做對的時候 我們才理他 YES Good Boy 好乖 這個主要是要讓主人練習 完完全全的忽略以及獎勵 YES 好棒喔 非常的棒 好乖喔 那如果家裡的空間不夠呢 你也可以試著給他獎勵的時候 稍微放耳朵旁邊一點 讓他起身去吃 然後再回來這裡 再呈現一個安定的狀態 好笨喔 所以這個練習呢 我只有稱讚 其他事情我都不做 我也不提示他 好棒喔 YES Good Boy 好乖 YES Good Boy 好棒 所以呢 透過這個練習呢 如果家裡的狗狗 願意吃的話 其實你正餐 也可以拿來做這樣子的練習 好 主要第一個 我們可以讓主人練習 怎麼樣去鼓勵他 以及完完全全的忽略 再來呢 就是讓狗狗習慣 例如說像科技 我們不太習慣 他跳起來 所以我們要讓他知道說 喔 原來 他趴下 或者是坐下 就可以知道他要的 他不需要跳起來 好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練習 讓主人練習 以及呢 讓狗狗也可以學習到 比較正確的方式 來得到他要的東西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教一個簡單的方式 讓狗狗學習等待 其實 等待的運用呢 我們也是希望他的 情緒能夠再更穩定一點 更安定一點 不管是看到食物 或是看到玩具 都希望他能夠等待 好 很簡單 他現在想要吃飼料 我們就用飼料來做練習 任何的指令呢 我們都會建議加一個手勢 所以像等待的運用呢 然後我會讓他在我的這邊 跟他說等 然後把食物放在面前 如果他動了 我們就拿起來 不要給他吃 如果他這個時候 不小心吃到 他就會覺得 喔 那我以後就往前搶就可以了 所以沒有關係 他才剛開始練習 所以他動了之後 我們就是拿走 等等 好 回來喔 剛開始練習的時候呢 不要讓他等太久 他等個半秒一秒 你就可以給他了 然後再隨著我們練習的進度 你才可以慢慢拉長這個時間 等等 好乖喔 好棒喔 非常的棒 等等 好乖喔 好乖喔 所以呢 這樣子的方式 我會讓他知道說 喔 原來我在原地不用動 這個東西就會放到我的嘴裡了 但是如果說 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你就讓他練習 等個兩三分鐘 他絕對先有辦法 等等 好乖喔 好棒喔 好會等喔 超會等耶 欸 這麼會等喔 好有耐心 為了吃 做什麼都是可以的 好 所以等一下 我讓主人來試試看 所以記得 手勢一定要給 那我自己的習慣 我先讓他在左邊 因為我是右手放食物 所以我會等等 然後這樣放 但是看個人的習慣 你也可以正面 等等 放 其實都可以 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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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次 等等 真的好棒喔 他都會不去看食物 要多顧了是不是 如果呢我們剛剛的那個 安定這個練習練完了之後 就是我們上一個 第一個做的練習跟剛剛的這個 等待的練習我們可以來結合 作為一個放鬆的練習 先讓他起身一下 進去 所以一樣我要叫他 比如說坐下 等等喔 食物放在我的臉旁邊 然後我會用比較溫柔 輕聲的語氣去稱讚他 讓他的專注有點很像催眠的感覺 就是看著你然後你很輕聲的稱讚我 他相對的他的情緒就會比較穩定 好可愛喔 這個練習呢不限制什麼時候 也不限制在什麼樣子的狀況 你其實有時候在家裡面 有一些鬼鬼家可能比較容易緊張 或是比較激動的話 你可以就時不時叫他過來 去做這樣子的練習 等等喔 他們的耳朵其實很好 所以我剛剛是用接近氣音的方式去稱讚他 其實他也聽得到 這樣子會讓他感覺很舒緩 很放鬆的那種感覺 因為像剛剛這樣子的狀況 如果今天他的情緒很high的話 他跟他這個很近 有些鬼鬼就是直接跳起來去吃了 所以這樣子的練習 讓他知道說 哦 還挺放鬆的 好像比較沒有壓力的感覺 小學校 有一些狗鬼在做這個練習之後 你會發現他的眼睛有點黏黏的 然後快要睡著的感覺 在幫助他放鬆 那這個練習我們讓女主人來做好了 可能男主人會有點障礙 好快 好快 以上三個小練習呢 是你們平常在家裡就可以跟狗狗做的 所以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鼓勵他自發性的坐下跟趴下 然後呢也讓主人順便練習 他做錯的時候 我們要顧慮他 那第二個呢 是我們讓狗狗練習等待 讓他遇到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可以不要那麼衝動 第三個我們做的練習 就是放鬆練習 平時在家裡做的時候 你可以讓狗狗的情緒稍微穩定 所以這三個呢 你們如果狗狗愛吃的是飼料 或是零食 你們都可以拿來做食用 那相信你們如果 平時跟我這樣子做的話呢 狗狗的情緒都會相對的穩定一點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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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